天高望迪远 精妙的罗门客台 也是老娘色随 她告诉我要解放一点 这个金香运什么都可以 大胆一点去唱作 比如说她觉得我上了桌子 既然你上了这个桌子 你就可以把它上得更彻底一点 她觉得金香运有的时候 又像猫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 我只把它理解为小白兔 小狐狸 但是我并没有有猫的特性 然后我再把它加入进去 对人物的理解会更全面